和女生谈笑丰盛的聊天技巧 只要你能够做到任何时候都和女生有说有笑 不被她的情绪所左右能够调动她的情绪 那你对女生的心理就是致命的 那怎么样才能让女生对你有说有笑呢 除了今天呢就来改变你的聊天思维 让你和女生聊天停不下来 1.分享感受为核心的情绪聊天 男人喜欢的聊天模式是逻辑探讨 通过辩证类比等方式来说出自己的观点 男人的爽点是在于输出自己的观点之后 得到对方的认同 而女生喜欢的是事情背后所带给她的情绪 喜欢听一切有情绪体验的故事 她的聊天诉求在于抒发情绪和感受情绪 女生的聊天是毫无逻辑可言的 上一秒还在聊 哪家火锅好吃 下一秒就可以聊 今天唇膏断了好难受 这也就体现了男女思维的差异 男生是直线有迹可寻 女生的思维是发散不断跳跃的 这就导致了双方的沟通障碍 一个喜欢聊逻辑解决问题 一个喜欢体验情绪分享感受 一个最经典的案例就是 女生说我来大姨妈了 男生说多喝热水 女生在分享来姨妈难受的情绪 而男生在说缓解大姨妈的方法 双方聊天不在一个频道 女生自然就没有聊天的兴趣 所以想让女生喜欢上和你聊天 那你的聊天就必须要和女生同频 从情绪抒发的维度去分析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她到底是 来姨妈了还是口红断了 这些事情带出来的情绪是难受 用情绪聊天的第一步就是感知对方情绪 当感知到对方情绪之后 我们就有两个办案 一个是情绪共振 所谓情绪共振的意思就是 她分享了什么样的一个情绪 你也分享同样的情绪 比如说她说口红断了很难过 你就可以从你的回忆中 检索相同情绪事件 比如说你的手机刚买就摔碎屏了 那这样的情绪共振 就让你们有一种同时天涯 沦落有人心心相惜的感觉 第二个就是情绪疏导 所谓的情绪疏导 就是可以理解为她需要一个听众 很多女生都是这样的 包括我妈 她遇到烦心事情的时候 就想找人说出来 她也不需要对方给她什么具体建议 只是想要有一个人听她把这种情绪抒发出来 那很多男生却在对方想要抒发情绪的时候 给了她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呢 其实在潜沟通里面表达出来的是 我不听你的 你要听我的 这和女生想要的背道而驰 女生自然而然不想跟你说下去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做一个捧根 啊这样啊 为什么呢 之后呢 结果怎么样啊 太可怜了吧 我都替你难受 这样的公式你直接套上去就行啊 有时候你根本就不用听女生说什么 之前呢 网上不是有个段子 就是女生巴唧巴唧的 发了好几十大段的吐槽的语音 男生一条都没听 只是套用了一个公式 最后女生来了一句 亲爱的你真好 第三个 情绪回应 所谓的情绪回应 就是对女生的情绪 进行一个反馈 我们喜欢一个事物 往往是因为她有及时的反馈 比如很多人喜欢玩游戏 游戏啊 其实很多场景都是源于生活 而人为什么会对生活感到无聊 而对游戏感到有趣呢 因为游戏永远是快速看到反馈的 现实生活的反馈时间就很长 你对女生情绪及时有效的反馈 是她爱上和你聊天的关键 这个就需要对情绪 有着深刻的理解能力 当女生释放出情绪 是难过的时候 反馈出来的情绪应该是安慰 比如说女生说 我来打野马很痛 回应的方法就是 给你一个温暖的抱抱 我的宝贝好可怜 也可以直接行动 把红糖水送到她身边 每一种情绪都代表一种需求 每一种情绪都存在着对应的反馈 而掌握的关键就是在于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的把自己 放在对方所处的情绪状态下去 感受这种情绪 感受这种状态 你最渴望得到的情绪反馈 而这种情绪反馈呢 就是对方想要的 而当你很会这一套的时候 它就具备了所谓的情绪价值了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细细上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向前往或方们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呢 就添加我的微信 CXS5388 为了帮助你 如果请切放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几位 结果的最新联系放手 拜拜